在美国大选的前夕 在北京高调纪念韩战 七十周年的前夕 出了一个 说状况吗 出了一个事情 大家看一下 跟台美有关 美国太平洋空军 在21号 当时媒体询问他 有没有 如网站上面呈现出来的 侦察机飞越台北的上空 这样的事实 当时美国太平洋空军 是承认的 有这个事 但是隔了两天之后 23号 他们正式发了一个 澄清稿说 我们没有做报道上面 所称的日期跟时间 有任何的飞机 经过这个区域 没有经过台北的上空 RCE-135W的侦察机 当时去问的时候 美国太平洋空军 也是一个 confirm 是一个官方的回应 对对 可是没有那么正式 隔两天自己打脸 怎么一回事 郭源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美军 应该是估计到 目前情况的严峻 因为我们知道 大概有一些模式出来了 比如说美国的高官来台湾 大概就碰到飞越中线 那如果是美军经过台湾领空 你认为会碰到什么事 上次也有传出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状况 松山机场那一次 那如果说 那可是并没有证实嘛 那如果说美媒报导 美国的媒体报导 那美军也承认 虽然我方一直否认 台湾的军方是否认 那你美军承认呢 那中方就必须做动作了嘛 那中方如果做动作 当然大家就会联想到说 那歼20是非要飞过来试探一下 那你觉得隔两天澄清 是有什么运作让他澄清的吗 你只有看了习近平那个演讲 你认为美军会怎么想 我的问题是 那这两天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去做澄清的吗 当然我方也跟美军反映说 这个事情很严重 你会害到我 可能会有一些结果嘛 后果啦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警讯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呢 什么消息发出来的第前十分钟 就完全就已经如野火燎原了 是 网络上根本封不住的 网络上分不住了 而且你两天之后的修改呢 就是大街打人小巷道歉 是没有人会去听到 你后面的修改 所以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要特别特别小心 就是万一这成为一个 美军的制式操作 他在第一时间把火点了 然后你事情发生了以后 他又说没有这事情 不是我的事 制式操作包括了 一 他有飞机 二 他先承认 对 因为他confirm 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 他在官方的管道上承认 虽然是没有剧名 后面是有剧名 可是他还是在官方的管道上去承认 那我们可以试想说 将来万一 我们都担心的叫擦枪走火 万一有一件事情 他就说发生了这个事情 然后等到全世界已经舆论大滑 网军已经在全世界都 有很多很多的反应都已经出现了以后 北京就不得不反应了 北京开始反应了 两边开始有战争了 他说对不起我错了 到时候谁来还给任何人公道呢 所以我认为这种的操作方式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而且要大大的去观察它 所以第一时间他confirm就是一个操作 倩姐这个我是很同意 因为这个构成了中国可以出手的根据 对 那你这个当然就有麻烦嘛 结果出手之后隔天才说没这件事 可是我已经受伤了 就变成这样 所以等于是台湾的高层已经认清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你美国太平洋空军承认这个讯息 就等于是害到了我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让我不要置身于这个 擦枪走火的边缘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成绩 所以你看我方政府还是很不实 而且两天像是一世纪那么长 我要再讲一遍 在网络时代跟网络的速度里面 两天就像一世纪那么长 可是重点是在 速度要更快 重点是在于我们没有允许 他就不能在我们这边登陆 那是我们允许他才有办法登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提出要求 我们这边接受 那应该这样讲 就是一开始你登陆 或者你在这边飞跃船空 是你我本来之间的默契 是的 但是暴露之后 你还去承认这件事情 你就真的害到我 没有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没有秘密的 你的飞航你的飞机你要穿越台湾 或者是你要在台湾落地 然后再起飞 这个是不会有秘密的 这个卫星都有记录 这个不管是卫星雷达 全部都在记录 而且都在追踪 那么以美国现在的侦察机 你要起飞 中国大陆就跟着你看 然后你经过以后 我没讲 你没讲 大家都没讲 那我们大家都不惹事的时候 就当作它没发生 可是当你讲了的时候 那我就没办法当作它没发生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那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美国的飞机要穿越台湾 如果没有经过我方的 站管中心的同意 因为它是军机 它不是民航机 它不是由飞航情报区 它是由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由我们的站管中心来去指挥 就是说我同不同意你进来 那我今天同意你进来 我同意你离开 那请问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那解放军如果殲-20进来呢 殲-20进台湾的上空 你能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本来是你不说 我不说大家没事 但是你既然挑着说的话 那就没有给我台阶下的机会 这跟斐济的事件 不是有一定点像吗 本来双方都没想到 真的高调把握出来 但就是有人会把它放出去 然后做操作 你看放出去之后 蓬佩奥跟两天不就开始骂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操作 我问一下赖老师 帮我们进一步解读拜登投书 说要深化跟台湾的关系 那因为他过去也曾经反对过 台湾安全加强法 一般解读说 尤其我看到郭元哥 我传一篇文章 看蔡同龙生前的时候 想要去跟他做接触 对他并不是一个对台湾 相对友善的一个人 因为他有些周边的幕僚 那你怎么看 他要深化跟台湾的关系 是选举这段时间的一个语言吗 那如果真的是他当家 白宫变天的话 虽然蔡政府不愿意承认 但台湾比较偏向押保川普 这个是知情人士知道的 那你怎么评估这样的风险 美国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其实他们所谓的对台湾友善 或是亲善 其实都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了 只是说彼此之间的 拿捏的问题不一样 这个筹码打的问题不一样而已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是真的对台湾友善 是因为这样子对符合 美国人的利益 那也就是在过去来讲 在2005年的时候 美国人打台湾牌 那么让美国人获得 非常巨大的利益 也就是说在2005年的时候的 那时候是中国大陆时代 这个胡锦涛时代 那中国大陆的力量不够大的时候 他们当时在打台湾牌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说 使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安理会 他们不能够投一下否决票 他们顶多只能投弃权票 弃权 可是他不能够用一票否决 这个就牵制了中国大陆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美国 中国大陆向美国大量购买 这个波音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被牵制住了 那因为打台湾牌有效 也就是那时候是在陈水扁时代 那你要主张一个中国原则 那我美国帮你处理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你中国让我什么 那就是联合国的作用 以及在经济方面的利益 对于欧巴马时代来说 那马英九的九二共识 是欧巴马民主党 没有空间可以打 现在又回到共和党 然后台湾又刚好 是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就可以打台湾牌了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并不是民主党的欧巴马或是拜登 对台湾比较不友善 或者是共和党的小布希 或者是这个川普 对台湾比较友善 是因为刚好在台湾 台湾有执政党 对是执政党是民进党执政 还是国民党执政 好那现在的情况是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很乐意跟美国配合 去打这个台湾牌 重点是在于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 2005年的中国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让你打台湾牌 所以你越打越凶 中国大陆给你对抗的程度 就一直拉高 还有一个普瑞泽的谈话 他是在华府的智乎当中 一个事情会当中是 他是被问到这问题的 但他还是做了下的陈述 我讲部分不错 他被问到说 拜登的用语 我觉得赖老师是太夸大了一些 拜登你看他的用语 他怎么称呼台湾 民主政体 经济体 科技重镇 他怎么不去讲国家 他起来就是不愿意去碰 川普在碰的 比如说正式的台美的政治关系 外交关系 还有军售的升级 不是 我觉得这个 他在散 我跟你讲 所以目前川普传出说有七项军售 那目前三项确定了 后面那四项如果是拜登当选 我跟你讲一定有一些项目会有变数 没有 这个不能这样解释 是因为民主党比较守国际规定 不 我知道了 共和党 现在的共和党就是 川普跟蓬佩奥是不理会国际条约 所以赖老师 回到国际秩序 对台湾就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现有的国际秩序 有一些对台湾是不利的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人会去支持川普 是基于这个 因为川普在挑战国际秩序 那你看拜登的用语 就是符合目前国际秩序的 所以他对台湾的称呼都是 民主重镇 经济体 科技重镇 这种语言就是国际现场 后委 我问一下 因为绿营现在蔡政府 比较偏向押川普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当选之后 如果是败政的话 不是政府 是绿营的支持者 跟蔡政府没有关系吗 是绿营政府 不是蔡政府吗 民进党政府现在在担心的事 现在有点 后委先回答那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点避免表态 你看那个国际演说就看得出来 避免表态 我们三个都听不懂了 这个 大概只有吴钊燮比较明显 其他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担心的是 民主党一旦又获胜了以后 那很有可能再过三年后的选举 国民党又会回来 不 我跟你讲 绝对会的 比如说拜登当选他 美国可能会回到 国际秩序是有差的 我跟你讲 拜登如果当选 美国可能会回到TPP嘛 对不对 我想这个大家同意嘛 那台湾要不要参加TPP 还是要拜登反对TPP 今天拜登他还没有当选 所以他当选了以后的作为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对 我们现在只能说 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是一面倒的偏向川普 有一个理由是川普一面倒的挺民进党 对的 他在国际社会上面对于蔡英文政府 所做的所有的主要的诉求 他是一面倒的挺他 所以他们两 他挺的是蔡英文政府的主要的说法 所以说他这个中间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关系的 是虽然你可以说现在只是由吴钊燮来代表 但是他毕竟是我们社会部门呢 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发言人 是的 我有一个刚刚普瑞德的话明明说完了 他在视频会当中被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传出 传出 川普如果连任的话 有可能有意在台湾驻军 这个是一个外面传的 但我自己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媒体去问他这个问题 会有新闻可以写了 其实他过瘾 普瑞德的一个说法 他说美国要确保台湾的安全 如果真的驻军的话 中美应该可能会断交 不止吧 我们刚刚光是谈 RCE35经过领空 就有那种后果了 但普瑞德还讲 驻军会有什么后果 普瑞德还讲 那如果真的有驻军的话 台湾就不需要再投资国防 或提高后备军力 因为美方会去保台湾 因为已经打起来了 他就违背了当时的三原则 可是普瑞德讲这话 不是很有诱惑力吗 对于一般台湾民族来讲 他的重点是后面那句 他就说中美会断交 不过一般台湾人会听到的就是 我们不用再花大钱去买武器 美国会保护 事实上就打起来了 所以这个 打起来就是 美国就已经介入了 已经在打仗了 他前提是 台湾要撑数就要数月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数学只要一发生 中美大概就断交了 那断交之后 就是进入军事 准备战争的状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